周广贤如果真的想要谋取暴力 为什么要选择制毒贩毒 鸦片李尹 向来就是为帮牌所看住 外人残户进来 很容易招致杀神之祸 这不是一忙好做的生意 怎么回答 想人呢 这是我们竟然分好同人 一起送给嫂子的 好 打开看看 这次嫂子她爹成员得雪 我们也想添加点喜剑 那我收下了 我带她谢谢你们 怎么样 这牵点好看吧 是我那小护士条 她说呀 就适合嫂子这样的打小剑 你什么时候又认识这小护士 那当时不是查复名剂吗 然后不是去那仁安药堂 这一来二回不就熟悉了吗 对 林安安的 复名剂这事没算完 有个事你还得接着查 老板 大伯司有的卖吗 一饼二十 半饼十二 我要一千饼 好的 不行 后延下午难忘 给不了 怎么 看不上了乌汉的袋子帮 袋子帮的名声 我当然听过 快快快 可是这大波斯 也不是能随便卖的 把这波斯找回来 这一件饼 可不是小数目 每天市面上卖的 合之几万的银 什么大波斯 小波斯 土波斯 洋波斯 能管得过来吗 有活量到时间又紧 万一 多数你卖 三千星拿着 倒过之后一万三 好说 好说 恭喜丽兹小姐大仇得报 大仇一下 你怎么了 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他回来拿报纸跟我对质 你就哄哄他吧 他真正生气了 他是真的生气了 明明就是他 有情报都不拿出来共享 有脸生气 真是 我在想我是不是误会他了 如果我不披露给申报 他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你们俩现在是 那你们俩现在是 冷战 何必呢 好好谈谈吧 你看啊 现在周光贤呢 已经落满了 帮我找到周光贤 禁言处积压了周光贤 但是把它转移到了一个密闭的地方 我需要知道那个地方 我要见到周光贤 这次 周光贤现在就是丧家之举了 他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他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没有什么必要再见他一下 你有什么必要再见他一下 应该不会是想亲手的 查理 你是聪明人 难道你真的认为 是周光贤 杀了我父亲吗 互处一旁资本紧张 是总经理身亡暴毙必然的结果 周光贤一定能预料到 但他还在 努力地收拾局面 四处筹击自己 这就说明有我父亲的死 他并不想看到 四处筹击自己 赚钱 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扩大制度 谋取暴力 这也是奇效 周光贤如果真的想要谋取暴力 为什么要选择制度贩毒 鸦片 黎颖 向来就是为帮派所看住 外人残活进来 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 这不是一忙好做的生意 周光贤能走上这条路 一定是有高人在牵引 这种尖属性的 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高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你才逃避你 blockchain